芯片法案治不了美国心病,更不会遂其心愿。 美国总统拜登近期签署了《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》,以下简称芯片法案。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对芯片行业投入527亿美元补贴,试图提升美国的芯片技术研发和制造能力。 同时,该法案还试图逼迫芯片企业选边站队,限制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发展。 在经济发展上,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,很少直接推出产业政策。 美国的头部企业,无论是亚马逊、苹果、还是谷歌、微软,没有一个是靠美国的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。 此外,美国过去屡屡以产业政策造成不公平竞争为由,指责和制裁其他国家和地区。 这次针对一个产业,拿出一大笔资金,推出这么明显直接的产业政策,充分说明在芯片问题上,美国真的急了。 不过,对待这一法案,市场并不买账。就在拜登签署该法案的当天,美股三大指数收跌,芯片股普遍下跌。 说明市场认为,芯片法案,治不了美国的心病。 美国政府虽然看到了问题,却开错了药方。缺人的问题,靠补贴无法解决。 市场不认可美国政府加大补贴的方案,究其根本,是因为美国芯片产业的问题,不是缺钱,而是缺人。 美国现有人力资源的结构和储备,与芯片行业的需求并不匹配。 多年来,随着美国芯片制造产业不断衰落和外移,芯片行业不再是一个高新、高美郁度的行业。 因此,美国优秀人才在选择专业的时候,会选择金融、营销等专业,而不会选择电子信息工程、机械设计自动化。 材料等与芯片相关的专业。 芯片行业是一个产业链。 美国不仅缺乏与芯片相关的专业人才,也缺乏芯片生产上下游的工厂建设, 一气耗材制造物流处运相关领域的人才。 人才的缺乏使得芯片公司不愿意在美国投资,连美国自己的芯片公司也在不断出走。 美国政府的优惠,补贴力度再大,在美国依旧很难招到合适的员工,没有符合要求的劳动力。 芯片公司自然不愿意在美国投资设厂。 台积电,三星在美国的一再压力下,被迫到美国设厂。 而其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,就是工厂建好了,员工哪里来?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,六月份公开表示,在美国招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困难。 拜登签署芯片法案之后,白宫发布新闻稿说,该法案给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。 事实上,就业机会是创造出来了,但是美国到底有多少匹配这个机会的劳动力呢? 就算好不容易招来了专业对口的员工,很多人的敬业精神,也无法达到芯片行业的要求。 美国的员工评价网站上,曾经出现过一篇文章,作者正是台积电,在美国好不容易招来的新员工。 他参加新员工培训之后发现,台积电的员工,每天工作至少十个小时,要上夜班,周末还要轮班,其他时间还要随时待命。 同事告诉他,这就是芯片行业的日常工作状态。 这个美国人抱怨,他没想到要这么拼,工作强度这么大,美国芯片行业衰落的另外一个原因,是留不住人。 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,之前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,做到副总,之后离职创立了台积电。 台积电的现任董事长刘德英,之前在英特尔任工艺流程整合经理, 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,做研究经理,之后离开并加盟台积电。 今天在高端芯片制造上,普遍采用的浸润式微影,又称光刻技术。 发明人是2018年,蔚来科学大奖的得主,新竹清华大学,半导体研究学院院长林本坚。 他早年间在IBM工作,后来因研究的不到公司重视,于是选择离开。 随着这些技术骨干,一个个离开美国芯片公司,美国芯片行业自然不断衰落。 美国要问问自己,这些骨干人才的流失,是因为薪酬不够高吗? 还是因为发展通道受阻,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? 不识才,不惜才,不爱才,是美国半导体业衰落的重要原因。 这个问题,通过增加补贴,无法解决。 打压别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。 芯片法案拿出的527亿美元补贴,对于美国政府来说,不是一个小数目。 但是对于芯片行业来说,充其量只能算是毛毛雨。 2022年,台积电在芯片制造上的投资,超过400亿美元。 今年1月,英特尔在美国俄亥俄州,新建两个芯片制造厂,就要耗资200亿美元。 芯片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,500多亿美元的补贴,算不上什么牛排大餐。 充其量只能是个餐后水果。 但是,美国政府却给这个餐后水果,附加了一个极为苛刻的限制条件。 按照法案的要求,企业一旦接受了美国的补贴, 10年内不能到中国新建或扩建先进的芯片厂。 这个条款,连英特尔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,都是反对的。 因为这等于让他们眼睁睁放弃一个大市场。 美国企业心里很清楚,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, 不仅是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大客户, 而且还会得到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。 当下,整个芯片行业面临即将到来的下行周期。 在下行周期中,谁能够抓住客户,谁就能度过冬天。 芯片法案拿出一点点资金, 却让芯片公司放弃大客户大市场。 这部法案对芯片公司来说,不是一颗糖,而是一根绳。 它的结果,不是帮助芯片公司,而是困死芯片公司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芯片法案签署后, 白宫发布的新闻稿标题中就提到, 这个法案是为了对付中国。 但是,美国需要明白, 靠补贴振兴不了美国的芯片业, 靠打压中国也无法让美国的芯片业崛起。 打压别人是美国一贯的做法。 20世纪,日本的纺织业崛起,美国打压。 日本的汽车业崛起,美国打压。 日本的芯片业崛起,美国还是打压。 然而,美国自己的纺织业、 汽车业、芯片业并没有因此而再起。 而且,中国不是日本, 面对美国的打压。 中国和日本的态度截然不同, 日本选择向美国低头, 中国选择的是不惧打压。 勇于斗争, 加快发展自己。 2018年以来, 美国对中国芯片业卡脖子的动作越来越大, 次数越来越多。 但是,四年过去了, 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取得的进展, 世界有目共睹。 美国招数用尽, 气急败坏之下, 又炮制了这部芯片法案, 逼着芯片公司一起搞切割和脱钩。 打压别人, 并不能让自己强大起来。 给别人下套使办, 并不能让自己跑得更快。 世界是个网, 科技进步, 也是一个网。 纵观人类科技史, 科学发展, 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路。 你可以在某条路上设置障碍, 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路上, 都设置障碍。 美国不可能把芯片科技, 向前发展的所有路都堵死, 何况在这个行业中, 美国早已不是领跑者。 美国的心思放在围堵中国上, 中国的心思, 则放在突破技术瓶颈, 实现技术升级上。 二者高下力判, 最终结果可以预见, 美国的确得了心病, 但是并未对症下药的芯片法案, 注定无法实现美国的心愿。